我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講 那就是我們這個禮拜的娃娃機影片呢 有可能要停止更新一次 是這樣啦 因為前陣子BOBO的身體狀況比較不好 也不是說不好吧 就是因為打了百日渴之後 開始不舒服 我的血壓很低 然後只要太熱就會頭暈 就是會頭暈又頭痛 然後躺在床上好幾天 那其實那陣子啊 我們有安排了很多類型的影片要拍片 比如說我們想要規劃拍類似 魚人節的影片啊 娃娃機類型的影片啊 但是因為BOBO那陣子比較不舒服 所以那些影片都來不及拍攝 等BOBO身體狀況好一點 我們再來拍這些類型的體產 那請大家見諒一下 我有稍微記錄了一下當時的情況 不舒服 大家可以看一下 現在是早上大概七八點吧 然後我現在躲在廁所 是因為我怕吵到BOBO 他昨天半夜突然醒來跟我說 他不太舒服 我就問他怎麼了 他就說很像 嘖 頭痛 然後 手很痠 那幫我再多睡一下 我們等一下會去看醫生 希望他一切OK 就是票都有事情 好 好啦我在講什麼 等一下要起床 我又沒辦法去看醫生了 體溫很高耶 有沒有發燒 感覺有一點點耶 各位 你看現在在BOBO 看起來是後面精神啊 兩水給我滋潰 這個那種 波動力很痠 醫生說 鼠萊寶非常OK 至於為什麼會頭痛 應該是BOBO低血壓 跟打百日渴是沒有任何的關係的 那至於為什麼BOBO手會痠呢 就是打百日渴後 手臂會比較痠一點 狀況是應該穩定的啦 都還可以吃爆漿乳酪蛋餅 喝一杯豆漿 應該是沒什麼事情啦 在BOBO躺在床上休息 主要是這樣 我跟他分享一下 原本我們一直以為是 百日渴的副作用 然後有可能會造成頭暈 還是不舒服 因為他現在全身算痛嘛 他這種感覺來了 可是又睡不著的 當下是很痛苦的 所以他才決定說 要去看醫生 醫生是跟我們說 我們打那個百日渴 跟他頭痛是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 所以我們一直誤會了 他打百日渴影響的 頂多就是他說的 就是肌肉痠痛 那其實他頭痛啦 就是醫生有說要多休息 然後他的血壓 目前的話是比較低一點 醫生開了一個退燒跟止痛藥 這個適合孕婦吃的 BOBO你現在要好一點嗎 那你多休息好不好 那其實我當下其實是蠻擔心的啦 感覺好像自己沒有好好照顧好BOBO 那種感覺 那其實他現在狀況是好的 那我就放心了 過兩天我們再看看BOBO的身體狀況 好各位 那目前我們看完醫生呢 到現在大概過了三天了 BOBO的身體狀況比較好一點了 睡了好幾天 這幾天我們都沒有拍影片 就是讓BOBO休息 BOBO呢 其實打完百日渴的時候 他的手臂這邊啊 一直腫起來 很痠 那現在也都消了 大概幾天消的啊 快一個禮拜 其實我當下也是蠻緊張的 那個感覺就是想說要記錄下來 然後我覺得算是提醒自己吧 就是不要讓自己 讓你有任何的狀況發生 但是近期真的要多注意啦 就是包括BOBO的家人 都是蠻擔心BOBO的身體狀況 那過了幾天是OK了啦 那就剛好可以開始拍影片 我變成一條喉嚨 喉嚨嗎 對啊喉嚨啊 是嗎 不然咧 那一件事情結束之後 BOBO的身體狀況好一點了嗎 我們那時候也坐下來好好的聊了一下 我們就決定啦 就是要去Costco 對 Costco拍完回來 我們要接著去拍娃娃機的影片 對 我們這次都有提前想要規劃好 安排好 因為我老婆就是在Costco的時候 就是突然 因為那裡沒有開空跳 很熱 超熱 連我都流汗 老婆又開始不舒服了 太悶了 他那個不舒服就是快昏倒的那一種 就跟初期那一次很像 就是在新天地就是那時候快昏倒 變成說我們Costco的影片題材 我們大概是拍了一小部分吧 嗯 這樣停車場啊 這樣B2的話還有一百多個 然後我跟老婆啊 在看電視 我覺得電視真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電視沒有很貴耶 你看 這一台 70吋喔 2萬2含碎喔 這麼大台 這要玩遊戲用對不對 哪有 不是這種人啊 不是啊 你現在看到了 慢跑鞋 對啊 最近剛好想要運動 都把我的肚子看 夭壽 看到這邊的慢跑鞋很便宜 1300多 它就是休閒的啦 可是運動可以穿就好 1300多算便宜耶 10號半 10號半被你找到了 為什麼我的腳變大的感覺啊 因為你變胖 不是吧 它的size不一樣吧 有那種跑步的感覺 但是 跟那個schedule比起來 我覺得schedule會比較好看 schedule它穿起來很輕 腳比較不會有負擔 得到一雙鞋 好多籃球喔 NBA 欸它是799耶 金標的喔 這裡 像這樣子 對啊 很棒耶 其實那個籃球框架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貴 你看 它旁邊就賣了一組 哇 好高喔 9000而已耶 9000 可是你要有場地啊 先生 要不然以後 我們會有屬於自己的籃球場 好啊 不要跟我說公園的籃球場 最好啦 怎麼可能買得起啊 但是車子我們買得起 帶大家來看 我現在就可以買給大家看 遙控器車 有沒有 我就說了吧 這一台模型車這麼帥氣的 我是不是買得起 而且它才500塊 我可以讓你買個兩台 我現在只買得起這個東西 講幹嘛 我們看到了堅果 這是我們來Costco 最大的目的了 1.13公斤 1.13公斤喔 蠻重的 真的喔 為什麼你想要買Costco的堅果 它真的蠻大桶 因為它很大桶 你看 差超多的吧 對不對 一罐也要 660公斤 那就 好 拿一個這個 會不會很重 那我們回入口拿 走吧 走 我們現在在 冰檔 妳有沒有好一點 有 有 吹冷氣 我們買了四罐這裡的牛奶 對 它保存期間很久 而且它Costco的牛奶還蠻好喝的 對 就一個堅果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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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沒有拍了 就不拍了 因為我們想說就是拍大家看我們買的過程 不過我真的有買啦 給大家看 還買了鞋子 這個不說我之前挑的 對 不是我之前挑的 然後我那時候挑的時候BOBO很正常啊 沒有不舒服啊 妳那時候還好喝的吧 還好喝的啊 對啊 沒事啊 然後突然 我們看完堅果 看堅果對不對 嗯 我們堅果也有買 妳在吃的對不對 對 我已經在吃了 堅果買完之後 她突然說 OK 我現在又開始了 然後我就開始 就要拍了 你知道嗎 我把鞋子丟在路上去 因為她冷已經這樣 來 演示一下 我就會抓著妳啊 所以我開始 靠過來 靠過來 對 她冷就這樣 欸 昏倒了 然後我鞋子就 蛤 怎麼了 然後我一掃相機 一掃鞋子 妳知道我能怎麼辦 我就是把鞋子 把鞋子丟了 丟地上 然後我就扶著她 到那個角落 我先讓她 坐著休息 然後再把鞋子踢回來 然後我們還到一樓 趕快到一樓 去那個冷凍庫那邊 撐完就比較好 就比較好一點 對啊 很舒服 所以就是 孕婦要考量到她會熱 我們娃娃機的影片 這個禮拜是 會停止更新一次 然後後續我們有安排一些 娃娃機的影片拍攝 有可能就是 我會看情況 如果 寶寶生理狀況還是不好 有可能我們 娃娃機還是會在 停止拍攝 我希望說 寶寶這陣子 就不要亂跑了 就待在家裡就好了 所以準備了switch 有可能我會找一天 自己去娃娃機店 分享給大家看 拍以前的模式 那大家不要一直問說 寶寶勒 寶寶現在人在養胎 好不好 現在要好好的照顧 死亡寶 所以我們要讓她在家休息 那娃娃機這個東西 我來就好了 好不好 各位 所以不要讓 寶寶這麼辛苦啦 當時那個情況是 還蠻緊張的 而且也蠻擔心的 就還OK 那只是一瞬間而已 你的一瞬間都很可怕 我覺得如果是真的 孕婦的話 就是不要讓她太熱 太熱的話 真的會很不舒服 剛好是血壓低的關係 就是因為剛好 寶寶她的血壓 是比較低一點 所以才會有這種情況 那我也知道啦 所以像是 試不過三 好嗎 各位 我會多注意的 那也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近期的 情況 還有我們一些影片 就是有可能會先暫停 請大家就是 多多 體諒一下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 記得要開小鈴鐺 才會收到影片的通知喔 喔對 要賺哪一份錢啊 各位 要多看影片喔 那我們也會努力 對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 最後還是很謝謝 一直支持我們的粉絲 以及觀眾 從我們情侶到結婚 甚至現在要生小孩 即將成為新手爸媽 有一種看著我們長大的感覺 真的就像人家說的 你們就是我們的 遺死父母 我們覺得 對大家最大的回饋 就是比現在 更努力 對大家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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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